听说呀,唐三哥哥最喜欢长头发的女生了 他还说,如果谁的头发最长 他就和谁去山亚度假呢 哎呀,我的天儿,现在出场的是小五妹妹 小五妹妹,你和唐三是青梅竹马,天生的一对 所以我一定会帮助你收集强强的大美头发 哇,快看呀,小五妹妹都走到这里了 她的头发这么老长,小心这些大剪刀 她会把你的头发给你剪掉,那样就太可惜了 哇塞,我已经看到终点了 快看呀,周围的小可爱们还在为你鼓掌,为你欢呼呢 看看你的头发能有多长 哎呀,这么这么老长,小五妹妹众生一跃 我的那个天儿呢 快看呀,她还在长,还在长呢 足足有43米长呢 哎呦,这不是那个竹竹筋吗 快看呀,她也扭达扭达的来这里收集长头发了 你这个女人呀,不是我说你 你已经有了你的弹幕白 为啥不好好珍惜,总是想着去抢别人家的男朋友呀 是不是因为唐三太优秀了 她就是再优秀,也不属于你 也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她是属于小五的 来,把她的长头发给我割断 哎呦,我的天儿,剩这么一丁点 你还怎么参加比赛 你快算了吧你 你是永远也没有机会的 快看呀,哎呦,她三密场 你快放弃吧 哎呦,这家伙她咋又来了 哼,来,用这个大剪刀 把她的头发给我剪掉 哈哈,到终点之前 你是别想收集一个长头发的 咋的,你还不服气 不相信,不相信,咱们就试试看 你看呀,就走到这里 你依然没有收集一个长头发 到终点了,哎呦喂 快看呀,啊,怎么还挂在这里了 你该不会是想不开呢 傻了吧,哎呦,我的天儿呢 太可怕了吧 啊